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不到我不做艺人还能做些什么 非要选一个当个歌手 朋克艺人吧 做艺人做 模特 新的那个职业就是模特 当唱歌老师好 就是把自己唱歌练得很强 然后去教唱歌 不错 作家 超级英雄不算之类的对吧 作家 房东 不用工作然后有钱 开火锅店 研发火锅级标 淘宝店主或者开一个自己的店 情趣内意 本来是消防员的 但是我身上想 当一个企业家也不霸道 成功的企业家是永远不能霸道的 霸道种才只活在偶像局里面 如果不做艺人的话 可能会从事跟游戏有关的好 CS吗 非常厉害 老师 教练 教潜水 教运动 开车手 宇航员 我想去太空看看 从小就有一种想做小飞侠的感觉 飞机坐的挺多的 我觉得飞的还不够高 律师 我其实当时考中系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说 给我自己两年的时间去考中系 如果我没考上 我就去学法律 我其实特别想演个什么 律政家人之类的 如果不做艺人的话 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做一个 有意义 对社会有一些 正面贡献的人 其实我也是用这么一个心态 来做我的音乐 兽医 怕开刀 我想做跟动物有关的事情 因为我看过很多视频 然后我觉得有些人非常非常的伟大 他们会去救一些受虐的狗狗 然后那些狗狗真的是 你都不觉得他可以救活 别人看到都觉得 你不如就让他去死吧 但是他没有那份爱心 把他救回来 把这个生命救回来 说不定你就拯救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 所以我很想要去做像这样子的工作 没想过别人 可能开餐厅 去花花 当个探险家 去世界各个角落探险 我想过很多 我之前想开煎饼果子餐 是真的想开 然后我也想当一个摩托车司机 因为我觉得开摩托车很拉风 然后我最近还想开玩具店 什么摄影师 我觉得做音乐还是些蛮幸福的事情 虽然说我完全不懂 我是设计师 很轻松的美食家旅行家 这种都想当 原来很想做什么摄影师律师 现在想做经纪人 一人在工作我在吃喝玩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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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